嗯,是这么个道理,都说前人栽树后人成梁,这栽树肯定是得累一些,不过,听着你说的这些法子是好得很,让我这梁口就跟村子里头的人都说也说,刚好这过不了几天就过年,东家长西家短大,正是闲聊说话的时候,大家伙也都可以自己想一想,要不要把自己家的闺女送去读了书的。 哎呀,这事倒也不急,公车记不来的事,都年后再好好琢磨琢磨,也不吃。 嗯,李正叔说的是这么回事,从苏木兰这儿得了主意,白康园觉得自己收获颇多,把杯子里头的茶喝干净,蘸了起来。 来成,又不在这儿逃扰了,你赶紧忙家里头事儿吧。 他也得赶紧回去琢磨琢磨,这话怎么给村子里头的人说,这该洒的风怎么洒出去。 李正叔慢走。 下午,红糖泥棗糕做好,白水柳领着白丽夏,一并给白学文跟白康园的家里送了过去。 两姐妹回来的时候,这手中的红糖泥棗糕还剩了一份。 这是谁家的没有收啊? 先生没收。 这倒是稀罕得很。 先生说,这些都是他分内的事,让娘不要多想。 苏木兰抿了抿唇,越发地惊讶了,心中更是颇为的感慨,只觉得这白学文面上如老丸童一般,实际上当真是个有大智慧的人,把他的用意猜得这般地清楚明白。 先生还说,这红糖泥棗糕还是拿了回来,让咱们自己吃就是,若是这要给,只给些锅吧,干脆面什么的,也就是了。 得,这不是不贪嘴,而是不贪这红糖泥棗糕,是惦记着旁的吃食呢。 就说嘛,这白学文绝对不会做这些客套事的。 纳成,等明儿哥呀,多做些锅把跟干脆面,你们给先生带去。 好。 白水柳跟白丽夏点了点头,接着去捧着沙盘练字去了。 不错。 这个大小刚好可以当成帕子,等我绣好了,送给娘。 白竹叶知道,这家里头但凡宽裕一些的都要用帕子的,而且还得是绣花的帕子才好。 旁人有的,他娘也得有才行呢。 竹叶真乖。 苏木兰揉了揉白竹叶的小脑袋,见萝卜头们在这里都忙活着,往那火炉里头又添上了两块碳。